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屏东建一名怀孕35周的林幸运妇在脸书爆料公社PO文表示,日前因裤子全尸,怀疑可能是破水,便赶紧到屏东保健医院急诊,没想到却遭到医生呛你又没怎样来这里干吗?浪费医疗资源,让他听完玻璃心碎满地。 而长珍贬时事的律师林志群认为,这名孕妇被骂只是刚好而已,林志群在脸书表示,如果怀疑自己可能要生了,本来就应该去妇产科,跑急诊干什么?被骂也是应该的。 他也提到,破水后还要开五指才能生,至少还要等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,才会推进产房,需要那么紧急吗? 你是要生了,不是要死了,跑急诊干什么? 林志群认为,急诊是处理生命迹象发生问题的病人,直言该名孕妇被医生酸你又没怎样来这里干吗? 浪费医疗资源真的只是刚好而已。 他也附上急诊减伤分类表,希望大家看一看,林志群的PO文也引起网友正反讨论, 有人认为破水要去你平时去的妇产科,我只能说这位孕妇,医生被叫的时候难有没有听有没有听有没有听。 但也有人说,破水的时候紧张都来不及了,你最好还会在哪里看开了极致再决定要不要跑医院。 这种情况病人第一线一定去急诊,不怪他35周孕妇急诊遭一腔浪费资源。 医院回应了。 医院回应了。 好